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主持人吳平仁 李宗盛最近开始在观察到 你选出来立法委员在做什么 国会改革说有60条20案 每案都有版本砍砍 也有法案不用讨论就设计上协商 还有人呢 人在国外不是哪二零有够空 到底我们的国会是怎么入处这一关 我们今天好好地讨论 首先介紹現場的来宾 第一位 公民監督国会联名 借行長 張峰林 主持人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第二位 中政大学 政治学校的高校 蔡英雄 主持人 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第三位 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 李政修 主持人 各位观众朋友 阿曼 大家好 第四位 政治评论员 欧文旗 主持人 大家好 那么首先我们就来关心 到底国会是要改善什么 有人说这就是只有住在山海了 立法医 司法和法帝委员会 四月十五号 通过处心 针对立法医这款行司法 立法医 立法医 实在是说有优势 想要拚总统组织进程 来通过法案 让立法医 未来 就要去立法医报告 而且要随问 随影 随答 民进党团批评说如果要联手 就是要暗胜在调压协讯的时候 要撒到民进党的法医 关系到国会改革的立法医 一款行司法修法 十五个国民党团 民众党团 占有所之后 共四囚信同贵 拿白版本 专属条文保留 在这上高调压协讯 民进党团欢迎民进党立委 政家党十八百姓自己提案的版本 要有国民党陆玉玉玲 帝天宅 紅硝玲等人提案 不过国民党林苏明 提出兵案协讯 民进党又需要发生说 没有任何法案应该放掉 又大不相同 林苏民任何一件事 不可以讨论两次 郭苏妖标识 国民党的版本 只有十四项条文 民进党的版本有二十四项 坚持特定讨论 原来拿六八三档的国会改革法案 分别有政策 拿白提出立法医 听政策 调查官 另外拿白要求总统国政报告 而且要虽然虽然虽然 若雅若提案行判标识国会 民进党团都反对 华建盟直接说 若被人手看白 不就是为了官员 又未必再进行通过 洋谋很清楚 在五二年前要通过 要找那些亲者来 那些总统来做国庆报告 要几问几答 还要书面报告 这可得吗 这违宪的嘛 说谎官员要罚啊 这是2016年民进党版本里面的 可是我不懂 为什么2024年版本 特别别把虚伪陈述拿掉 我们现行上 并没有对这方面有做规换 民进党心中他们在意的 从来就不是立法院要怎么建立规矩 从来关心的就是 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我们有什么优异的所在 首先我们来看 这些改革的主党 民进党团 关于就是任何的调查 和听政官 这听政官就是说 我的调理来问 民进党团主党的时候 调查官和调拂拂拂拂 相规变境 而且所奮 edges 究竟igkeiten 这是所 Powell算尾核程进行 佩在行数的调查官 这就是调查官 郭民党团说 不管我在king調查委员会 调查专案升 � � � świ 而且委員會可以要求政府機關 在五次來提供動案跟校婆頂頂的資料 而且這個民眾黨團 釋這個聽 調閣委員會 這算是定性的助織 調閣委員會可以讓你來做 聽證調閣全案修作 那麼除了依法律跟其他政黨理由 應該在五次來提供要求調閣的東西 但是你看廟室國會的罪 剛才看新聞當中就說 你民進黨將來都沒有在考慮 說國會政政黨黨的客觀性 有時候是你們好英拿來 你那時候拿出廟室國會 我們來看民進黨這次是反對 共產黨造成武漢的國權 立委應該有主力的規範 憑法有暫定到廟室國會主 這個要在憑法裡面處理的 這是國民農團 民眾農團主張說收法的規範 比這順人不得已因益主身的 這個虛偽達福 六五違反主食第一祭祭 那麼另外呢 比順達福不時出於法環 我要法治 這幾項都不比這法案本身 這發生什麼事 就是說民眾說我要特條 我的版本 我的特條 我法律的定數不一樣 跟他們的精神不一樣 我特條來討論 結果呢 他們的處理的方式說不行 我就拿手說 我有意見 我有意見 有意見 立法院我說給觀眾朋友聽 立法院你如果委員會裡面討論 有意見送到去 送協凶嘛 送協凶 所以整條都是... 整條都送去協凶啦 所以沒有實質的... 沒有實質的這個討論在立法院... 在這個委員會當中送去協凶了啦 協凶三檔嘛 到時候我們看不見你也聽不見 所以這... 我覺得這是最嚴重的事情 像請這個這個行動 是喔 我們國會 當然我們知道 我們在這部當中在說很重要 我經常在說 我們因為現在是一個國會而已 過去國民台會也是 現在我們跟其他國家不一樣 我們沒有上下醫院 也沒有參眾兩院 所以我們的國會 對我們國家的議算法案 甚至我們說的人事統一權裡面 這都是很重要的 這個角色 當然要比起來 立法院的這個管理 其實是比較少啦 我們簡單來說 立法院一年的議算 差不多三十幾億 這個我們中央 一年可以用的錢是七條 你看我們的這個立委 如果加助力這樣加起來 可能兩千幾個人 但是這個我們文武百官 有這個二三十萬以上的這個... 行政權太大 所以不知道說這個精神上 我們說要對國會 讓他去他的這個... 我們說他的職能的部分 讓他更健康 更健康 那是一個好事 當然現在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要怎麼來頂 但比較可惜 現在來討論這個問題 照理說我們應該的委員會 應該是好的 一條一條來討論 結果我們說到都沒有討論 全部都包裹這樣來進行協商 我們當然比較可惜 因為過去在國外來說 他們對委員會是很尊重 其實為什麼有委員會 我們一百十三的立委 因為要關所有的事情很困難 所以我們就把我們目前現主席 我們的國會是背的委員會 當然經濟 財政 教育文化 司法法治 這樣分得好 大家分公的部分 就是你每一年選一個委員會 把你付這個法案好好來討論 所以在國外的精神來說 你們如果委員會討論好 大院的表決 台北都會準確 因為我們這就叫做分工 不然你這樣跟我們 後來討論的 我也要自己翻 所以我們不知道說 照理說委員會是很重 但是因為剛才我們主持人說到 我們有一個黨團協商的機制 在國外協商有 但我們台灣很特別 我們的立法程序裡面 有這個黨團協商 而且是在立法的正式程序 所以剛才說的重點就是說 一般過去 如果覺得在現場 在叉叉鬧鬧 主席就說沒有這個送去協商 送去協商就是由黨團 由營業長來交開 各黨黨團來討論 冷凍時有一個月 就一個月裡面讓你去協商 如果一個月裡面沒有結果 可以進到大院去標關 所以現在就變成一個問題 坦白說到 其實我們委員會想好好來討論 他覺得怎麼有意見 我們是不是來辯證 結果他說完政府爭議 全部上委員會 不要忘記現在朝鮮各黨 過去他們發揮在國會改革法案裡面 甚至有訂出如果一部法案 或者在整個條例裡面超過一半 或者甚至有的當高點到三分之二左右 有爭議 他是說要退回 不能就直接表決 你還是要在文會好好來討論 所以說現在真的有一點 我覺得大亂鬥 比較可惜 就是我會覺得國會改革 如果在我們共同民 我們支持這些作法 但是裡面的定法 我們覺得有很多情意 我們覺得如果這樣想來做 未來都有很大的這個問題 是 曹老師 是 就你觀察國會 他們這個從一月十三月開始 就他們差不多三個多月 是 現在三個多月 現在三個月 你認為他們到底這個改革是什麼原因 因為我看這個案 剛才我們就說二十幾個案 六十幾條 在那頒布又不一樣 難道不應該說好好地 在委員會來討論嗎 其實就是說 他們自己的頒布都很多 因為我有全部印出來看 其實譬如說 蘭蘇布這個立法委員 他就說 你若是描繫國會 你若翻這順的位 他的法則就是什麼 要比較行法一百四十條 就是公務林原 這個行進入的時候 你對公連的無力 這條的途行 差不多是六個月以下 所以他們這個頂的意思就是說 什麼有這翻這順 是不是 我這順你 你沒有回答我要聽的話 還是說 你就說現在正在調查 還是你跟我說一個東西 你覺得說 印刷印刷 印刷印刷 這不是這個啊 我把它訂清 現在訂清之後 你就說你別說了 你別說了 他在建設建設 可能我覺得我是在辯論 像文基這樣 就是常常會辯論 對啊 那就是 有時候他在筆順 就像在美小孩 還沒要給你回答 他現在訂這樣 印刷如果國民黨執政 民進黨在立法他得手的時候 他的官員就是 我跟他說這個雄用辯法 就是一定會調調 因為你這筆順的東西就是 為什麼 因為英國筆順也是這樣 因為在英國筆順的時候 雙方都會辯論 甚至會問對方一個問題 如果辯書 如果辯書 或是他說得不對 你就要繼續感動 他不是比較定在這個行動裡面 我說說話會破形 法律下降的時候 我沒看過了 當然他如果是暗截力 或是他為了這個主席 他歐龍學德 我歐龍學德 這我可以理解說 所以老師 你說得有幾個斬除 一個是說 你把我印刷印刷 我就會破這個行動 六個月以下 有的是藥科法金 有的頂屬 有的法則是說 對了 你虛為他作答 我應該要給你一些法則 所以有的同意 有的你也不同意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就像這種 你如果不說 我相信台北主席的這個 觀眾朋友就不知道 對不對 大家不會去喊嘛 是 但是就是說廟室國會 也有可能是國會議員 本身廟室國會 他這家的台 台銅票 頭頭是無事去打 那個到底什麼人去刺 那個 你為什麼不處理 他現在 立法議長把他按摩 我們來處理那個議事 人員 那是 立法議員員員 但是他那個 到底送他去 他怎麼會處理 所以這什麼意思 他說 他們自己放火沒關係 白人都不能點燈 白人把他們兩句說 你這就翻這順 我說法律沒有人這樣定 因為翻這順 這三年是很大 什麼翻這順 你要定義 所以這應該要好好討論 你都沒有討論 而且你 而且要討論給我們看 對 你是立法議員 你也跟我說翻這順 有幾項的行為是翻這順 你要說 不然你這個法律定位後 好 包山又包海 我跟你說 我們立法議員的程度這樣 我們還要邀請說 什麼議員的討論 那也不好 因為我們立法議員的追蹤 真的要吃不到三八應菜 蔡老師 我們是這樣想 我們節目的總計 不是要罵立法議員 我們是想說 這制度如何讓兩線 讓它更完美 我們必須我們自己選出來 我們就要特地說 我們自己想的那種好 但是我要來請教李老師 你認為這段這樣做得對 當然啦 這一次因為沒有經過 這個委員會的討論 就散開這個條約的合唱 這開始對這個民主 這個程序來說 開始是不好 甚至說是破壞 因為你照理說 現在立法議員 照理說 應該是委員會 中心主義 因為怎麼說 大家這個投票在執行上 也有說 因為普通來說 法案一定會委員會 好好討論 討論 討論之後拿出去 然後全院在討論 或是在投票的時候 基本上 幾乎是 等幾乎二人 對這個制的修正 不可能對法案整個討論 整個討論說我 很難聽 很難聽 不可能 因為北委員會 北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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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提出的法案有多少 對不對 所以一定在委員會裡面 一定好好討論 所以這次 如果沒有經過 這個委員會 這個討論 馬上送 這個朝野協商 有失這個 這個震盪程序 我有認真 聽到 李老師你聽到 我有認真去看 其實 我們坦白說 國民黨跟民眾黨團 所拿出來的東西 其實有的是 跟民進黨的東西 是稍稍的 對 有大家來看說 原來你也是有共識的 你也是贊成 國會來改革 民進黨團也是會贊成 大家應該要 建立一個這個基階 大家可以了解說 那不是說 大家都刺激激 但是這樣 所以都沒收起 我覺得是要很可笑 但是 我是覺得說 雖然說現在怎麼說 朝野協商冷凍 冷凍這個月 這個月之後 如果沒辦法 有共識 就一定會表決 但是我是覺得說 他現在 三黨都不過半的 這個生態來講 這個立願生態來講 這個立願生態來講 這個委員會 其實沒有 應該是沒有 沒有標關 應該會繼續協商 不然就是說 回到這個委員會 退回去委員會 重新來討論 但是現在很難說 因為聽起來 民進黨跟國民黨 會合起來 但是合起來 問題就是說 因為法案告訴我們 送出委員會 一定跟他們的一個版本 你不可能說 公民黨送他的 民眾黨送他 大家去這個大院 立法院 投一百一十三個立委 大家討論 去表決 不可能 所以你委員會告訴我們 跟他們送一個出去 送一個出去的時候 中央這個時間 就一定要大家討論 所以 剛才那個 這個 民進黨 那個 看見民說 國民黨 或是民眾黨 想要關 五二年進行 撤出去 其實 以前這樣說 問題 我自己的普通是不可能 因為時間來說 是不可能 我相信應該還會待見一番 一定 文貴 我是這樣想 因為我現在不是國民黨的 我親民黨的 我今天 善良的 我們說老手 今天發生這樣的事情 這就是自己做到的 我不要說國民黨 是有補尿漆蚊蚊 沒有啦 你說就消毒的 對嘛 要不要人騎 因為你看你 過期 有時候我們會說 政治 有時候會說 粉色不分顏色 不分色水 你看民進黨 宰壓的時候 他是怎麼要求 國民黨宰壓的時候 他們都是 這卡通 如果說這個 為一碗 就感覺不一樣 歐巴馬 在二十年前 出道的時候 他寫了一份 叫做無謂的勇氣 他怎麼說 沒想要解決問題 想要贏得爭辯 歐巴馬說的話 我們現在如果站在羅爾斯 無知的 我們說 那個什麼 無知之目 你來好想 好想看看 我們的國會 到底要怎麼做 這次我們說 剛才我們看到我們的螢幕 我們這次國會改革 比較重要 對我來說跟兩件事 一個立法院 你要把它變成一個有牙齒的老五 到底他的調查官 是要怎麼做 做到什麼程度 第一 他跟我們的檢察 因為兩個都有 一個是準司法機構 到底要怎麼做 但我們今天來看國民黨 有時候我說 因為今天站在這裡 國民黨哪裡有問題 你會記得嗎 剛開始 我們立法院在選舉的時候 我們的婦婚籍 說要加開臨時會 不知道他在比什麼 還有這次我們說 那個表決記 我也覺得我贊成 你就是要查清楚 到底是什麼人 醫事人員 有可能有疏忽 但是什麼人去刺 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感覺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國民黨要給他一個交代 但是 真不好意思 你民進都沒有在那裡 歐龍社長說到自己很厲害 真不好意思 你如果看過期 陣前也都是這段時間的事情 休息的時候 他說那是慣例 你如果是要做好 做好兒子 做一個立法委員的職責 你如果說 你要帶我 第二個陣前在說 國民黨怎麼 剛才怎麼樣的時候 你記得嗎 他們在騷擱傳 尤其我們陣前去聯署人 不當擔場條例 還沒有 還有監察委員提名 包裹表決 也沒有給國民黨勝 所以我說今天這就是 所以我們今天 如果看一個所謂 我稍微跟大家報告 這是台灣打下做的喔 他基本叫做政治科學論從 他說我們國民黨跟民進黨 在2012跟2016 分別全面執政 協商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他記得我們的國民黨 就說 協商冷凍一個月 這個案件 在國民黨全面執政 646件 民進黨 635件 最後 國民黨不要插手 就跟你過的時候 他隆重 6.19% 民進黨是多少 朋友 我幫你報告 真怕人 87.87 所以你說今天民進黨跟國民黨 今天會無安 對 這兩黨都不好嘛 所以我說給親民黨一個機會啊 你看這兩黨亂不亂無啊 那 文貴 這我應該要這個時候跟你說 是 我們要來討論的就是說 到底 立法院應該有什麼制度上的安排 對 對 因為 教書論書 在這一家 到底應不應該 直接送出去協商 是不應該 不應該 所以我會說 我想看內容 到底想拿的頒布 他是怎麼想的 我們就要知道 但是今天就說 我說今天國民黨會這樣 我 很難說 可能 進行那個不當黨產委員 被迫害妄想戰 產生了思覺失調 你知道嗎 怕當怕塞 反正你民進黨怎麼送完 我就要把你送回來 所以我 我贊成李正修委員 老師說的 不應該這樣 但是今天會變這樣 是因為民進黨 我剛才看那個授意喔 很難說 我們現在在討論一下 我想我們來導播 take一下 這是我們副英文總統 他說喔 他2015年 他自己說的話 我要念不給大家聽 還有2015年的 第一次他在聯書說的話 他什麼都沒做到 八年之後他要走 待會兒有機會 我念不給大家聽 所以我今天的問題就是說 你就是覺得這個 一定要做 我們就好好討論 你民進黨 千萬不要把我用一句話 時空環境不同 因為你看現在國民黨很厲害 你知道嗎 我們不要說年輕人怎麼樣 他現在民進黨有一個 他就幫你拿 你看羅志祥 他說 你之前怎麼說 你說要國會改革 看見面 他跟你說 馬英九你要極問極答 這都是他們說的喔 現在他就拿他的嘴巴 來勝他的嘴巴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不過我認為這樣很好 大家聽起來說 到底你們之前怎麼做 就輸輸 輸輸 現在這個情形不比他中間 以前民進黨你就是台杜索嘛 所以他飆割 飆割 飆割嘛 但是我根據我過去的經驗 尤其要請到正中 過去這八十七點八%的這個飆割當中 國民黨是大多數都是相手放一下 都沒有標關 還是說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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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上面是比較少 比較多 我想說幾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做一個進步的選民 進步的價值來說 從過去的歷史的部分 當然是我們去參考的部分 但是我們做一個專壓的部分 應該說怎麼對台灣比較好 其實我們過去看到國民黨 民進黨 他們輸流執政之後 有這種問題 比如說 剛才剛才說到 聽證調查權 那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民進黨發我要這個管理 那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開始被國民黨來發買這個部分 但這個問題 我們不是說去兩邊去配搬 是要怎麼改 現場我們有機會來這裡說 我們的專壓 我們的專壓是覺得如何好 不然這樣做的 我們就繼續決定 我想這是我們做一個 我們說民間團隊 我們做一個對這個事情 有太多的團體我們的公法 但是過去在表擱這個部分 我必須要說 我們看到那個所理 不能用這樣來做 因為過去的委員會討論 應該這樣說 是這麼多委員會 對於有爭議的法案 他不想在委員會裡面做壞的人 所以之後就變政黨協商來做 我說這兩個總控差很多 我必須要這樣說 是因為過去的這個國民黨 進政的時候 黨團協商是不公開 所以這個比例裡面的討論 用這樣的說法來說 我覺得不一定是我們說政客的部分 但是還是回到我們說基本 我說這個事情很簡單 我們說到底現在國會改革的法案 到底有適當嗎 其實這跟中央跟地方 我們現在說的是中央的國會 最簡單我們地方也有地方的政府跟地方的議會 國民黨你們也有這個政的 民進黨你們也有這個政的關係 我們問盧秀燕問蔣萬安 台北市議會跟台中市議會 要定秒四國會嗎 秒四議會嗎 來中 我們覺得這是很好的概念 我們地方制度法 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開始來中 我們鼓勵 我們這個台北市議會 我們新北市議會跟台中市議會 照這個版本精神 我們確定這個台中市政府 台北市官員的秒四議會罪 那如果這個只要官員回答不好 就把他判刑 可以嗎 我們如果覺得很好 這很好用的 這個精神應該落實在我們台灣各個地方 我說我們沒問題 我們應該這樣來怕 所以我說國會改革一定是 我們的概念很簡單 第一個是我們如果中央跟這樣的精神 我們地方是不是我們可以這樣做 第二個部分是我們在做立法院的這個 我們說獲權還是戶權 沒關係都可以 就是把立法院推出 比較健全的 我們都不反對 但我們一樣的 你把這隻這個 我們說立法委員把他養成巨獸之後 他必須要有相對的制衡他的能力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更大的問題是 他只做權利的增加 但他卻沒有義務的增加 我說最簡單的部分 立法院的紀律委員會 我們修法國會改革沒有紀律委員會 丟出那張揪住大腸 到現在還不付錢 當初嘴巴說 錢我會付 到現在沒付 這種是不是藐視國會 剛剛如果提到了所謂的官員說謊 這件事情是藐視國會要判刑 請問立委引用錯誤的資料 趨假的去襲 要不要判刑 請問立委利用職權去施壓官員 來通過他的這些家族的 條卡的這些法案 抓到之後 要不要嚴重的來做懲處 我說到 講平 所以我說我們不反對 對我們所有政治人物比較嚴重的方法 但是要對等 所以我第一個部分是說 如果中央可以這樣做 地方可以嗎 如果這個國會在做這個權力擴張 我們需要把它制衡嗎 我覺得這應該是我們怎麼會受過 這個國會改革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比較適當的方法 證明所說的東西 我沒有同意也沒有不同意 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東西 總合來說 就是要知道我們來感情 辯論讓我們聽 你要演 你也要演給我們看 也讓我聽到 我只要知道我資情動益款 不行 你蓋一蓋 直接就送去這樣 很可笑 有的人 人家寫這個法案 也是要 你說炒也是要炒得很困難 這個包包的 直接去東團協助 我覺得實在是很可笑 是啦 就是說我們台灣的紅袖 裡面都會拜土地公 但是今天這個土地公 他說他要去做成鳳雅 跟嚴老王 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這個立法年 國會的調查款 你本身就是有一些犯罪 因為我們的憲法規定 鑑灘營 鑑灘營就是成鳳雅 書法就是嚴老王 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還要塑這個法案 包括有書法進行的案件 他們在炒案裡面有寫說 他們書法案件裡面送去的文件 說可以把他COP一份 COP一份 所以讓立法年再看 他這個就正在司法調查 你立法年就沒辦法 也不應該去調查說 司法員 那個檢察官已經在調查案件 你要去調那個文件出來 那個文件就是 有可能是靜骨嘛 所以他們現在在炒的這些東西 很軟 大家去看檢察官 五百八十五號的解釋 很簡單 他就有說 李法院的調查案件 這是普通性的管理 就是說 一定要叫立法有關係 我們要定什麼法律 需要去調查什麼屬行 這樣呢 他不是啊 他現在調查什麼 調查包括一般人民 叫他來問 現在你叫他來問 好 我如果沒有來 你要給他發 我如果來 我如果不要說 要怎麼處理 因為人民在司法有一個管理 就是說 保持 他不需要自己說自己有做的地方 這很重要 就是說 你不必證明說你有做 這是法律最重要 我問你你去國會 你都不說 可以嗎 我就是 而且也要有立書被動 但是他現在亂從 全部都叫他來 任何委員主委來的工作 不是來感動人民 他是去立法要感動行政機關 他現在不是 我如果要調查什麼 全部都叫他來 好 這越來越大型 觀眾朋友可能不知道說 這個計畫的這個內容 如果一旦 不要出委員會 在委員會裡面有討論 觀眾朋友自己會自我判斷 所以我就是覺得說 這就很可笑的事情 那我要請教李老師 就是在這個調查管的部分 你認為應該怎麼有設定 有漸測 來處理我們立法院 讓他生死去 但是不會承認 不會承認了解 而且不去這樣 那腰也不去 承認人 承認 甚至檢調系統也不同意 我去調查 我在承認 你把他招呼出來 你這是什麼意思 兩天還有這個媒體的效應 這我覺得 這個老師你怎麼想 這比較是啦 因為這個調查管來說 照理說 應該有一個犯罪 這個犯罪是說 根據立法的過程 他有需要 去不方問人 還是調查什麼 對 為了立法 所以他有這個權力 去叫國民 還是叫法民 法人 還是叫公司 來聽證 簡單來說 大家可能知道說 這個美國 美國這個國會 有這個聽證會 聽證會 聽證會 常常會叫 有的 不管是這個官員 或是公司的大老闆 來 這個給國會議員 來問問嘛 大家很容易 可能有聽過 這個TikTok 這個美國的這個執行長 去美國的國會 去調來問 對 調來問嘛 說現在你跟 你的母公司 中國大陸 那個母公司 什麼管理怎麼樣怎麼樣 這個 所以比說 現在 這個提出 現在大家 對這個法案的 這個調查管 應該怎麼做 還是內容 應該包括什麼 或有什麼犯罪 這開始要討論 也要好好 也要整理 因為這比說 讓立法委員 有這個調查權 問題不是 可以擴張到 無限大 譬如說 像剛才 蔡老師 還是主持人說的 現在 書法案件 在調查的案件 照理說 是不可以 讓這個 讓這個 令和人 讓 讓令和人 知道 因為如果 調查公開 要怎麼調查下去 因為 要怎麼說 犯罪的人 有可能的 借機 去暗欠 毀滅證據 在這裡 利用 營養 重商 因為我不知道 你現在 調查 檢察官 調查到 什麼程度 所以 我有可能跟人 串共 所以照理說 有什麼大家說 這個偵查不公開 原因就是在這裡 所以照理說 立法委員 沒有那個 管理 對 偵辦中 調查中的 司法案件 做任何的 干涉 這是一定 不可以的 所以我跟你說 這種 這種法委員 提出 其實說得不好 到後面 一定都去封殺 一定去封殺 因為這出去 說得不好 不管哪一棟 我的意思在這裡 就是說 我不管 你後面有封殺 還是怎樣 你就要 讓我們 酸民 你知道說 這是莫名人 拿出來的版本 我們就知道說 喔 這就是酸民 算出來立法委員 大家才可以來 真的來感動 對不對 沒有 他們算出來之後 就做他 風吹 那條線都沒有在我們手上 爬爬 我是 我們大家都 我相信在座市委 都贊成 委員會 中心主義 是不是 但是 你沒有討論 怎麼就這樣出去 加上說 我們剛才再看 這 國會的這個 改革主張裡面 還有這個民主黨 我還要請文基來給我們 想看看 這個民主黨議員 民進黨的版本是 依憲發行數 全體的立委 二分之一 發行數呢 是出席的立委 二分之一 那總統的國情報告呢 是反對 接吻 接吻 可以總合 順大 國民黨團是 心志祺 不得消遇 一個月 而且呢 應該的基性 聽政會 那麼要求 對著這個總統 國情報告呢 要求 接吻 接吻 民眾黨團 對著民主黨議員說 心志祺 不得消遇 兩個月 對著 議會的這個標關 十天前 提出心志意見來報告 那麼 對著總統 國情這個報告呢 要求 接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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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著這個總統 國情報告 接吻 接吻 文基 你怎麼贊成 我當然是贊成啦 因為現在我覺得 我們 換成這個 當初 我覺得就是 直球對決 等一下老百姓 也不聽你 在那裡說一些五四三的 說行而上 說得很 我哪有你討厭討厭討厭 都討厭討厭 但是我說 今天有什麼發生這件事 我們大家都贊成 委員會中心主義 好好的調查 好好的信 但是我說今天有什麼 變成這樣 我要說一個 比較坦白的 就是今天就是 你不能說今天這樣 發生這件事不好 因為我覺得有一個部分 就是說有什麼 說恐怖平衡 民進黨一定有感覺 以前我要過就過 我也沒有跟你信到 現在就有國民黨用這樣 這種事情有什麼 會發生 剛才我們的張宏林 張老師說的 如果有法度把這些標準 進行在民進黨的時代 他們就這樣做 都用這種標準 今天國民黨才有法度 在那裡 結尾結尾結尾 結尾結尾 沒機會 但是我就要說 這樣譬如說 加席 加叔說 我代表民進黨 給你發生 跟人民發生 之後 我們好好來討論 他說現在 他就是要對台灣人民負責 因為現在大家看起來 所以要叫民進黨 你剛才說 我們說到人事園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稍微量一下 因為剛才我們說 因為我們民進黨 之前割營問題 八月十六合 他怎麼說 二零一五他說 民進黨 不會因為有機會 這政 就埋起我們國會的制衡 國會對行政部門的監督力量 一定要有利而專業 讓行政立法的民主制衡關係 能夠相輔相成 國會應該是總統的狀 在那裡 不能看到這政黨的壞人 還是敵人 好 我們現在來看你剛才說的 人事權 我們看一個所謂 都不用說 學問很高 我們來看看 這個我等一下 大家報告 我們來看進展 民進黨過期提案 同意審查前 不得少於一個月 這是民進黨的喔 李俊逸甚至主張 不能少於四個月 但是我們去年進展 四位大法官 蔡總統提名以後 加開臨時會 從公聽會審查到投票 我跟你說 幾天 七天 創下有史以來最低的天數 給你看看 然後遠低於2016年的五十四天 跟2019年的三十一天 所以我說 我就說 今天有時候 我會說 我們都不喜歡這樣 因為國民黨也不在亂 我們不是說支持國民黨 要這樣做法 但民進黨之前要這樣做法 讓國民黨有這個機會 我來請教你 你認為應該 製作不得少於幾天 我認為一個月是合理的啦 因為我說你一個人 這樣 我來進入一個事物性的問答 譬如說 如果總統一個委員堂子問十五分鐘 一個堂子問十五分鐘 有現在 加謝說 民進黨都不想問 你哪邊都來問 那最多的 六十六十六月 六十一月 六十二月 那要多久的時間 沒有啦 這中 我我看就是 我們要有機會去看 但是我跟他說 我說一點就好了 你說得多 你民進黨 怕不可以用一句話 來修理國民黨 不是我是國民黨 你說違憲 你們在擦 你們在擦 你們在擦成本總統說 中華民國現代是災難是神話 所以不用說這個 我剛用一個人 我們這個人的老師 施政鋒老師的 四位四合下的那拚 卓士金飛 他把那些東西 林進黨以前怎麼說 所以我說 我覺得國民黨要改 他不可以這樣翻查 你民進黨你要想看看 我今天有什麼客人這樣對待 所以我說 我們今天好 說委員會中心主義 我們就把它堅持到地 所以民進黨 好啊 對我們台灣 所以你有贊成說 每個人十五分鐘 六十月這樣 我感覺可以討論 開始可以討論 可以討論 但是你有贊成嗎 我贊成 你贊成嗎 我來請教這個 當然每個人都不管 我希望我們來這裡討論 大家的所有都是專業 不代表人好進黨 我們是在討論 如何對台灣比較好 對你說以前怎麼做 就倫體了嘛 所以你國會現在沒有過半 我這麼討論 過期大家就在說 你從從從從以前就怎麼樣 所以以前我們做民間團體 我們從頭到尾 我們從這些管理 我們都要求 我們只是說 在現在現主席 我們社會的進步改變 過程當中我們怎麼做 如果要這樣 我說這沒意思 我們就好像已經回到 那種小朋友在互相 在指責謾罵 這我覺得就是 我們現在看不起 現在在政黨 還是國民黨裡面 在國會裡面現在的狀況 我覺得做一個良心的部分 我們做專業的部分 當然這很主觀 我們在說的是 如何對國會比較好 所以像我們說的 調查臨輸的董議員 當然很重要 為什麼一個降位六年的保障 一個月也是僅幾十九萬 對阿 所以要保障 所以你就在心臟的過程當中 要比較認真 要自己做 但我們過去 我說如果要保障這種 保障 說他們保障做不好的部分 我也要說 雖然你也說 這個時間 這個監委時間 提名很短 但是當初在運作的時候 國民黨一直抵制 抵制到創下紀錄 監委沒有一個人被問 全數通過 哪有這種事情 你在說你要比較... 所以我說 我們要說這說話之後 但是我還是在說... 聽起來比較強硬 對阿 我說這說話 所以我說我相信我們做一個進步 所以智英長 你有同意說 總統去到國會接受一問一問嗎 我覺得這個部分 跟我們剛才說的 全責相符 我覺得我們做一個團體 我們說我們在說的是 用心的為 今天我們要求說 立法院你在增加你的管理 你的質疑也要增加 一樣 我覺得我們的總統的管理 跟他的質疑 我覺得這可以來討論 如果大家在內部 裡面我們討論之後 覺得這是可以來接受 我們的方法 用什麼樣的方法 坦白說 現在這個總統 我覺得過去都歷練過 這不是憑空掉下來的人 他們基本上對於對應 有些甚至有地方首長的經驗 經過這種詢答 我覺得是沒什麼問題 但我覺得我同意說 不是跟現法不一樣 就是毀線亂陣 我們休十八歲公民權 不就第一個毀線亂陣 我覺得這個都... 也是可以蓋 這個亂扣帽子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做一個進步的選民 我們這樣說 當然可以蓋 大家來討論 重點就是要討論 我們的全部都送去 我們都開始討論 對 我說你如果覺得以前不好的部分 你就應該用辯證的部分 讓大家來支持 你如果覺得以前這樣做不好 大家記我們今天的節目 記我們所說的事情 但是後面不要到時候 政黨輪替的時候 他還換這個不一樣的公法 不是 不是 我說 我說我們這應該是用這樣的方法 我覺得對我們台灣有進步 台灣就要有更多正常的人 對頭前看 不是我們說到 跟以前的這個部分說 我覺得比較理想 因為都是豐富這個 我要請教到我們蔡老師 老師 你有贊成總統去國會 國政主任報告之外 再來進行到順答 而且是一問一答 我是反對嘛 為什麼會說 這個總統 我們這是半總統制 這個制度 就是說總統拿名的行政議長 讓行政議長去留番議 對到國會付席 國會議員來質問 或是問 或是接議 這個我們的行政議長 但是國民黨現在創的 是什麼 就是說 沒有 現在總統來國政報告的時候 我也要來質問總統 這是世界的憲法 沒有人這樣用的 美國總統去國會報告 一點點說完之後就再見了 一點點說什麼 就說我要通過這些法案 你以後在國會你來深測 沒有人說你質問總統 而且剛才你主持有說 如果照他這樣安排 不要說一百十三個 他既然六十四個去問 如果一個一點點就好了 只能應付這個就好了 所以我說 這憲法規定是說 立法人可以在每年一回的時候 聽出總統的國政報告 可以 也是可以不可以 就是說這不是一個公責的要求 但是現在一定會說 沒有 總統應該在每一年 理會前一情 送給立萬元 立萬元拿出他的國政報告 你定義什麼意思 你都整個創亂了 你用你用修改法律的東西 來改憲法 這 我要說 這做一個 架憲法的老師 他就不知道架了 為什麼 因為憲法是 他的為敵是強勳的 金本的大法 你為憲法的法律 這都違憲 所以大法官他改正這條 就違憲 過去貴賓民 他有主張 那是他對憲法不瞭解 因為這個憲法本身就是規定好了 可以去報告 不可以直訊 很清楚 沒有人去直訊 全世界有一個總統去國會直訊 有啦 台北市長去了 市北市長去了 但是總統都沒有 不要再比這個 這樣很簡單 你如果要這樣做好 總統該做醫療 該做行政議長 好嗎 現在現任行政議長 該做什麼 該做副行政議長 因為你們老闆已經問了 你去外面也要問了 為什麼 因為總統說 他割尺 他最大的 你就讓他問 他問完之後 我問你 他們兩個意見不一樣要怎樣 要聽什麼 所以我說 不要叫黑白到道參參作會 這不是吃十菜米 拜託的 憲法規定就是這樣 不可以讓他直訊 這就很清楚 不管你民進黨國民黨都一樣 你如果要給他直訊 你就標示你對這個體制完全不了解 不好意思 我說這樣比較重 事實上 這就是這樣 總統不讓他直訊 他代表國家嘛 立法議員 那是代表地方嘛 趙老師我要對問一件事 就是說我們台灣這盤總統制 到底是不承諾 譬如說歐洲什麼國家的這種制度 要來刪成什麼效果呢 是 原本就是中國 中國為何共和那個憲法 我們的主要那個張軍賣新生 他要去那補分 當然我們修改憲法 也有參加法國的憲法 這兩種都扮總統制 這兩種的總統都沒有去國會 讓他直訊 你不要再自己有空不順 想一些有的不好的事情 人家會看說 你總統要去直訊 其他的國家怎麼會 同制度他們都沒有去直訊 你台灣比較厲害呢 不是這樣 我跟你說 這有一個原因 就是說他當時設這個制度 就是全民選出來 代表國家 不能接受國會立訊 所以他還贊成這個條 贊成後讓他去國會立訊 表現你對這個體制完全不瞭解 因為那去立訊 那些是來局勢 很簡單的項目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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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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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問題要請教李老師 我是...我...我看... 我是...我看不懂這個憲法 但是我第一項 在各社所想到的 拍戲齁 某一個人站去 你問總統講 我們家的水高怎麼也不通啦 你不是人笑喔 我跟你笑書喔 有可能會變成這樣喔 我知道啦 因為說這個結寸款 到底如果總統去立法委員 去報告這個國情主論的時候 立法委員到底有權力去結寸這個總統嗎 我個人對這個權力保留啦 不要說保留 我是覺得說如果根據我們的憲法來說 我們的憲法 像蔡老師剛才說的 我們憲法是所謂的半總統制 或是雙首長制 我們根據憲法來說 憲法最高行政首長是什麼 憲法委員長 憲法委員是向立法委員來付席 所以照理說是憲法委員長接受立法委員的結寸 不是總統 我們過去大家都知道嘛 我們過去有國民大會 所以國民大會 照理說是 總統是向國民大會付席的 所以那時候大家都知道 那時候主張這個我們開放這個 這個總統直選議員 國民大會慢慢消失嘛 那時候大家就想說要結束李政輝總統啊 那時候就那裡也是為了這些事情要插 那告別是怎樣 比善後邊是怎樣 比說總統這個李政輝總統去國民大會報告 這樣不是接受結束 是廖以後 在亞棟那時候是民進黨還是說 這個獨立的國民大會代表呢 選幾個人 也不是全補人 全補人 大家說不完啦 大家在那羊民山 大家在那大陸 幾個代表去提問 他也不是質問質答 他是等 所謂問題控制 他才同意回答 所以如果照理這樣說 其實可以用這種制度 所以我不敢說保留 保留是說這個方法要怎麼做 比說不是去質詢總統 是說我有問題 根據你的報告 我有問題我來請總統回答 像這個美國總統 每年這個二月的時候 他有一個國情之文 國情之文他報告之後 他不是接受質詢 他之後這個在亞棟派一個代表 根據總統說的代表 他發表意見 發表意見 他不是說來 譬如說 去拜託 你要拿回答也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形勢 其實可以討論 不過我們說質問質答 比較是來說 根據我們的憲法來說 其實沒辦法做到 沒辦法做 不過說得不好 現在國民黨 總統拿出這個兵 說拿民進黨的爲 來探討 來探討 大家都知道 柯建民在二零一二年 要求馬英九來做 當時的立委 潘孟安 現在即將要做這個總統 政府必死定 對 必死定 例如說 判總統展現民主誠意 接受立委 極問極答 變成這樣嘛 所以就像剛才的胡文綺在說 就是說 現在國民黨拿 民進黨就有來探討 因為現在有說 不好意思 我不對啊 我現在想想的 應該還是要尊重三位專家的意見 問一下你怎麼可以接受 如果真的有辦法這樣做 他就先倒閉 對他過去的錯誤 他好好對臺灣人民說 抱歉 我辜負了你們 這樣我可以接受 不要跟我說得整個 說得盛與貞德 我們要尊重這個體制 我剛才說了 劃清張他就覺得我們 中華民國憲法 他有在尊重 不要說你覺得對你優利 這很重喔 你如果說得清楚 這個劃尊總統 他進前我們辯論的時候 他怎麼說 所以我說我們這個制度 我們要尊重這個制度 就是說這個制度 要大家都這樣尊重 你不能說對我優利的時候 我就尊重 對我不理的時候 我們是雙手掌制 真不好意思喔 我們民進黨跟我們說 我們是不正常的國家 整個年紀 你看民進黨進行 說我們在家的時候 說監察院要虛擬化 什麼要虛擬化 結果他進行之後 他可以輕做 所以我說我討論 這種雙重標準 你今天是真的覺得說 總統到底要去做 沒有去 去直討 加一個 同學我請教 你勤力越大 你就要扶著質疑越大 這是不是一個道理 來扣除掉總統 兩岸國防外交 有時候大家都想要選總統 他最大 他的權力最大 所以我們要負予責任 這個東西可以討論 但你千萬不要說 憲法怎麼規定 憲法他們這樣遵守 不要騙笑 不是啦 憲法現在憲法是這樣 如果大家覺得有必要 可以改 來改憲法 對 我的意思是 所以我們就說 委員會中心主義 可以討論 但是你千萬不要說 對我優利的時候 以前把人都怎樣 你說 我們從現在開始 我們照幾季 今天我們都傻嗎 那些人都傻嗎 現在有在算 你擲一擲 沒有啦 如果這樣 燒麻下去 對事情可以解決嗎 當然沒辦法解決 但是你要給民進黨說 他這樣過去做 所以你就是要民進黨 給你一個交代 就對了 一個交代 好好的把這個制度 建立 我們就是要 委員會中心主義 好好討論 不要說 你之前的時候 換一個一道理論 我相信剛才叫你們點名的人 他們都聽到了 有啦 看見 對啊 他聽到他沒辦法 沒關係 我們就聽說 天機縣 官機縣 是 人縣所在 這就是我要請教的正常 尤其我們國獨民 是 一路以來 我相信大家 都看到我們來 一路都在感受這個東西 到底現在這樣 但是國會突然這樣 到底現在是要怎麼處理 當然 我覺得應該說 我們在做這個節目 我們在討論 當然希望我們討論 是怎麼做 比較好 就是說我們專業 當然在政治上 他們說不對 他們要扶他們政治的 政策 我們的選舉的部分 我們就用選票來做決定 我相信就是民主制度 重要的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所有在這裡 對這個國會改革 關心的這個朋友裡面 當然我們是在說是怎麼做 比較好 所以跟我們說到 這些這麼多議題 不管是我們說到 這個討論共聽證調查 藐視國會 強化人事統一權 國會議員的自律 強化秘密會議的規範 完備黨團協章 強化國會的資通安全 國會幕僚的增加 甚至包含立法院政府議長 刀票是要記名不記名 其實這座議員 我覺得這是很好 這是一個進步 原本就要來討論 當然我說過 我們當然討論雙標 但是因為有肥立標 沒得了 現在他們嘴巴也會添下去 但是我還是要說 這種人當然要是這種政黨 要是這種政治任務 我覺得台灣社會慢慢要把他們淘汰 我基本上是任務是這樣 但是我們要說的是 我們要有更正常的這些政治任務 在看的部分是怎麼做 對我們台灣比較好 那種雙標的 那種公圍自己執政 要是自己在家 就改變了 當然我覺得這就我們說到 孫民我們都希望說 頭腦比較清醒 可以在未來做孫帝 來做一些決定 我是會覺得這些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希望 立法院的管理比較正常 因為過去公道明 我們的公法很簡單 有正常的國會 照正常的國家 所以國會改革裡面 很多內容 其實當然是給國會正常 所以這部分 我是希望說 我們應該要比較進行 一個好的討論 我們今天還沒時間 跟我說到這個代道票的事情 但是我要請卓老師 想要這個跌跌的時間 你說這個代道票 我相信這是 這是立法院的過期的漏尾 我們不用受騙 這個國黨都有 蔡老師你要怎麼看 其實這件事很大條 就是說 後來為什麼立法院 把這家的投票結果 全部出銷掉 他知道這裏有影響到結果 這有興奮的為作文書 所以我是覺得說 不可以說 痠痠去 因為你自己動作的 你就痠痠去 白的動作 這個不行 這個這樣扔 不行相標 不行這樣 不然你沒辦法做一個 中立的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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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